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来 回到呢 回到节目的 节目的单元 那刚预告过了 星期四的时间呢 杨耀明杨教授的时间 好来 今天的星期 星期四的时间 为大家提供国际新闻的 台大金教授杨耀明杨教授 有没有欢迎 大家好 好来 我特特别感谢杨耀明 因为过去两个礼拜的时间的全球派对呢 都是杨耀明的独称大梁 那个其实一个人 一个人突然间 而且我都突然间跟杨耀明说 我不能来了 好那所以杨耀明呢 就得赶快呢 就要赶工的 一个人就要去呢 扛一个一个小时的节目 好跟大家说明的 同时呢 也跟有名说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 感谢给我机会 不过抱歉表现不好 好啦今天今天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重点从哪里开始 我们从从这个呃 我们可以从国国情之文的往往往往下谈 再来谈到了美国的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那将在四月访台 好那这个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四月四月访台 这件事情确定了吗 因为本来大家认为说呢可能是众议院的议长来 但是呃 麦卡锡呢 前上上个礼拜讲说呢 他暂时没有这样形成的安排 暂时没有这样的形成的安排 可是他的同党的同志 那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呢 却要来这代表什么 呃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众议院哈 叫Michael McCall 嗯 那他在就是说跟媒体的讲的时候呢 尤其是彭博新闻就很清楚的讲 就是他他自己本身说出来的 他打算要在四月份的时候 众议院四月上旬休会 嗯 另外一个休会的期间是八月的上旬 嗯 就是两个时间点 那他要在四月上旬休会 就带团来台湾访问 因为四月十号 1979年四月十号是卡特总统签署 那个台湾关系法的日子 嗯 所以之前在2019年的时候 前议长美国共和党众议院的前议长 叫莱恩 他那个时候也带了个40人的议员的访华团 来到台湾 做访问 同时也是纪念这个台湾关系法 所以呃 这几个时间点 就是说议院修会 然后呢台湾关系法 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点上来访问台湾 那 Michael McCall就是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他说 这个是议员访台 已经是对抗中国 这个武力犯台的一种 含阻力量的表现 所以美国的议员是这样子认为哦 嗯 他把来访问台湾 这等于是把中国的这种文攻武吓给顶回去 表示说要来去协助台湾的这个防卫 或至少表达支持的一种贺阻力量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味的观察 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议员现在对待台湾议题的时候呢 呃 当然有时候会被人家指责说啊你好像在打台湾排名拿台湾当作签去戳中国哈 挑衅中国呃 因为有一些美国的这些学者或者是这个共民主党里面有些议员就说你其实是在撼动这个船在摇动这个船啊 你会造成不安的这个情势 那去年8月佩洛西来台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解放军的围台军演 当然我们是反对解放军的这个军演或者是任何的老台的作为 可是你火车要撞上来的时候你如果只对他叫或者你跑上去被他撞 那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嘛 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些议员共和党议员就把这个解读为说 在越来越认为两岸之间可能会发生战争或重演乌克兰战争的这种情况之下 议员来访台是等于是对于这种武力犯台的一种嚇阻 嗯 这是他们的一个论述的逻辑 这个逻辑一定要有所理解 那他又说呢4月份麦卡锡就不会来了 他帮麦卡锡讲 但是麦卡锡可能会在之后的时间来 至于在8月份或者是2024年就不知道 这个是媒体讲的 嗯 所以也就麦卡锡办公室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 那大概就是上一次讲的 刚才你提到目前没有访台的这个计划 你要知道那个时间点是在气球事件之前对不对 同时在游席坤和肖美琴 游席坤到华盛顿 肖美琴到麦卡锡办公室之后 马上麦卡锡做面对媒体做这样一个评论 嗯 我觉得很可能大概就是说另外一方面 他有来自拜登政府的这个影响 嗯 或者是压力 对于他4月份来台 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劝阻 为什么 因为同一个时间 华盛顿跟北京在商量怎么样安排 布林肯访问中国大陆嘛 访问北京嘛 嗯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间点 华盛顿北京台北 还有呢 这个麦卡锡办公室 都在做不同的这种角力跟影响 嗯 但是呢 一个在那个之前麦卡锡表示说 他可能暂时不会来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想好 麦卡锡会让就是他的同党的 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Michael McCall 在4月份的时候到台湾来 然后呢 他可能会在接下来时间点 我觉得他讲接下来时间点就是不会来 在今年不会来 嗯 因为你8月还来台湾 那还得了 我们都要接近选举了 这个连美国自己大概都知道 国际上西方国家也都知道 你在接近人家准备大选的时候 你这个重要大国的关键性的政治人物 不太会去做访问 这不是因为就是说只是担心什么 会被解读为刺激中国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梅克尔在2020年的时候 都不愿意去华盛顿参加G7 对 那个时候川普是川普对他超超不爽的 川普是超不爽的 这个面子都不给我 他也不爽川普了 当然是 当然是 这个是但是别的国家 所以后来那次的G7就没有什么举办 嗯 但是呢 这个是大概8月份麦卡锡要来台湾 我个人认为除非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否则他8月份来 那真的会 这个我觉得爆发会非常的严重的 嗯 那他一定会有所考量了 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希望看到了 佩洛西来台影响的这种情况 嗯 但是呢 他们自己也不希望因此 自己本身也会有生命的 这个安全问题嘛 嗯 那也会影响到整个台海情势 但是他也不愿意示弱 所以他就说中国不可以决定 我的这个行程或时间 我要去哪里 嗯 这个讲的话蛮大声的呛回去 可是他也知道这个现实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 他已经决定了 就是让麦卡尔 就是参为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在4月份来台湾 嗯 这个就还好 哦 也就是说因为他毕竟不是像议长这样子的 一个之位 过去也曾经有类似的这个情况 但随时之后呢 就发生到气球事件了 对 那这个气球事件比较是纯粹中美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抗的提升啊 嗯 所以呃 至少我们台湾在这一次呃 这个情况呢 因为布林肯安排要访中 那我觉得接下来布林肯还是有可能会在上半年 某一个时间点 会去中国大陆 嗯 你看拜登所讲的话 即使他昨天的国情之文 也然后呢 以及之后国美国国安会的发言人也说 这个看不到 就是说跟中国有产生冲突的理由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在降温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的民粹政治在高涨 嗯 反中反华的民粹 哦 强硬态度在高涨 嗯 而且不只是在共和党 在主流媒体 似乎也是如此 嗯 那这个时候拜登 他就同时也要去表现出更为强硬的 所以他昨天在国情之文叫做说 如果你侵犯美国主权 嗯 我就会采取行动保卫国家 哦 他没有气球两个气球这个字 他根本没有提到 嗯 哦 然后呢 也就是甚至跟你说 如果这个呃 赢得与中国的竞争 哦 这个是他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没错 国家安全战略所设定的目标 接下来这10年要赢过中国 哦 那他呼吁共和党要和这个拜登政府 民主党要团结 嗯 当然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共和党还没有虚他 哦 那但是呢 他这个 这个表示说 其实 呃 这个中国政府是意图称霸 嗯 哦 所以 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些语言 因为这国情之文 他不是以外交为主 也不是以中国议题为主 可是呢 还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这些段落 嗯 言语 谈到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关系 所以还是表现的是一种 就是竞争对抗 嗯 我就讲的是心冷战 哦 心冷战 这很清楚 那这一颗气球呢 就开启了中美新冷战的正式的这个序幕了 嗯 好 但我在我在我在听了拜登的国情资文 他的国情资文是在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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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是台北时间的2月8号嘛 好那但是他们的2月2月7号 嗯 那美国神2月7号 以他的以他的国情资文的调子 我们这样想就当做没有就当做没有那颗的气球做文章好了 嗯 布林肯2月2月2月5号6号到北京访问不管谈了谈了什么2月7号拜登的发表了一篇呢这样的一个调子的国情资文 你认为北北京如果我2月6号6号包括了原来呢大家呢在揣测习近平会不会呢接见布林肯 见跟不见都可以啦但是呢但是见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假定就说了北京对于延续习拜会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布林肯的访问的北京也在呢彩排的中美关系回到一个可控状态的访问5号6号的时候呢 盛大的那包装了布林肯的访问结果7号的拜登丢出来的国情资文呢是这样的一个调子那你觉得北京会不会有那种强烈被打脸的感觉 这个关键是中间发生了个气球事件吗嗯 所以你你你你你认为这个国情资文是受到那个气球事件的影响吗 我那句话说就算把把气球事件拿掉之后他这个国情国情资文应该很早就就定稿了 因为一月一月底的时候呃呃众议院吧众议院通常都是在一月的时候呢就就发邀请嘛 那邀请的时候他才能够能够进众议院嘛所以呢这个这个国情资文甚至有一些书面的提早呢就就过去了 好那所以你你你你你觉得是因为这颗气球的影响这个国情资文调子才会这么硬吗 没有错这个国情资文哈等下来我先进广告广告回头再跟我们聊 好那咱们的听人朋友不管在哪里都跟大家的说早啊好刚有听朋友在在问了说明天的明天的这个龙龙行天下呢是不是是不是愿举证是的明天的明天星期五的龙行天下呢是愿举证老师好喜欢愿举证的呢那你可以准备了不过我还没有跟跟愿举证的详细的详细的讨论的明天的明天的议题的内容好稍晚的时候会我会再跟来愿教授呢会会确定这件事情 好那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不管在哪里呢都跟大家呢在在所早安大家的讨论对包括了包括了金门金门的金门昨天虽然这件事情酝酿已久 那但是呢军门的昨天的跨党派的呢做了一个一个公开的announce就是呢希望让金门的成为一个永久的非军事区 这样的一个announce出来了之后呢因为他是跨党派的所以呢金门的当地呢大概显示呃他汇集了呢大部分的民意 那那家其中有一个议员还算是民民进党的 好那非得莫非得早餐我我是谭家龙来今天呃星期四的时间那国际新闻的时间在我们线上的杨明杨教授好那我我我刚讲就是我多自把时间时间序列了因为国心之文的调子呢我们是昨天才给才看到的 好的那这个调调子呢基本上还是要对于对中美关系来讲虽然的拜登拜登的强调就是说跟中国是竞争但不但不冲突 他大部分来讲很难很难去分辨竞争跟冲突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那个那个基本上就是呢程度程度差而已程度的差他觉得竞争呢竞争也是一种的冲突形态好吧这个是理解上面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呢东西方文化上面的 一个理解上面的差异好但是既然说不冲突我们设想就说不是要跟中国的发生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呢竞争的关关系啊拜登的也也已经呢秀他的肌肉了就跟中国竞争那对中国的调子是一个强硬的调子这颗的气球也让也让拜登呢呃有了一个一个背景的舞台就是刚刚的有名提到的就是呢如果美国的主权呢受到了侵犯那一定会会会会做反应如何如何 他同时呢脱稿演出脱稿演出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看的稿子里面没有这一段他脱稿也演出说gimme a name给我个名字有没有谁有没有哪一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愿意跟习近平换位置做的就想要去做习近平的那个位置的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有名 哎向龙你想不想换位置我我不想啊我想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甚至台下或者是说如果各国的领袖看到很多人说我也许换位置也不错嘛对对对对很多人想说哦去做习近平的位置不错啊可能不想换啊你要知道整个美国对中政策在去年一整年相当完整的这个呈现嗯战略报告科技管制然后呢持续的贸易制裁 然后盟国的这种关系加强军备的提升嗯对不对啊预算的这个军军事预算的增加从美国德国到日本嗯这都很清楚的那因为这个整个背景已经他基本上是准备跟他竞争对抗要赢过战胜中国嗯方方面面国情之文不可能会做太这个软性的处理会刻意的去放缓那也看到了说其他的国情之文呢我刚刚 讲不是外交不是重点中国不是重点嗯但大概都谈到也就是延续之前去年一整年所建构的那个那个整个主轴嗯但是呢又加了一两句话反而没有讲到气球是说美国这个主权路受到侵犯会采取保卫国家的这个行动嗯这个听起来其实是有点被动的防卫性的哈你侵犯我我才会保卫的这样子所以他其实没有反而是没有把气球的议题再无在无限上告 嗯这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他是刻意的有点克制的那不需要在这个时间国情之文来去宣布说这个杜鲁门主义或者是拜登主义杜鲁门主义开启了冷战嗯拜登主义是不是要开启新冷战他一直有一点退缩在这边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讲新冷战的意思就是说这已经中美之间根本是全方面的相互的依赖不管是全球化 贸易科技商品各个层面嗯那只不过就是说讲两个国家之间的竞争你要讲政治制度竞争还是说一时起来竞争我觉得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个国家的权力竞争嗯这个已经很清楚的因此呢尤其他又面对的是国情之文底下一半啊是共和党要然后呢媒体直播在越来越走向比较采取对中国大陆采取比较强硬的 美国民进政策的这种就是美国民粹共识的情况之下他只有这么说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民粹政治的这个制造者嘛拜登对不对所以他懂的就是这些语言但是站在他的位置呢他又不愿意一下子这个一路走到黑哦完全的跟中国采取这个对立那就影响的就是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科技美国的各个方面嘛对不对去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来到了7600亿美金对 对哦中国的顺差就是初超来到了4041亿美金嗯这是美国美美美美美美国版的统计资料嗯这个还是没有这个是大陆版的嗯美国版的这两天才出来哦对对你看你刚讲是大的大陆版的嗯对大陆海关的这个资料嗯我觉得美国版相差不会太多了嗯但是呢就是这个还是说是在被磕了百分之二十关税有六成的这个中国输往大陆这个 中国输往美国的产品被磕20%的这个关税情况下还有这样子的贸易额嗯嗯他当然看到这个现象那当然再加上今年整个世界经济美国经济的这个发展那看到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的复苏的这个力量所以你在现在第一季的时候讲这些比较狠话我觉得没有问题了嗯那你进入到第三季第四季的时候经济开始产生主要的这个主导力量的时候 其实就很难去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把整个关系搞对立的话那对美国的冲击就会很大了嗯嗯好但在因为昨天昨昨天美国也也也也公布了他2022年的贸易的贸易的资料那那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就是贸易的双边贸易再创新高好了同时呢美国的美国的贸易的逆差呢美国的贸易逆差呢到了一一兆一千多亿啊 那从总体来讲的他的进出口跟前一年因为因为前一年毕竟还要还是有疫情因素的影响所以跟前一年相比来讲的他的他的进出口呢都是两位数的成长就数字上的年增率来看的是不错慢慢有点要回到疫情之前的味道可是跟中国之间的那个贸易量是非常的惊人啊就是据记记记这个202019年之后呢就说呢再创再创新高好那双边 这个贸易呢这么的可怕就是呢可以说是呢全全世界两个国家之间的最大的贸易量啊那就中国的当然是想有很大很巨额的这样一个贸易贸易的顺差在这种的结构之下的中美关系呢却是这种这种的悄悄打打的关关系好那我我我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啊是是我想我想请有名解释一下就拜登在在脱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意是是什么是说是说习近平的那个位置就是中国 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没有人想要的位置吗是一个很烂的位置吗还是说那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位置因为他不在搞稿子里面啊所以这段呢我看到呢美国之音啊等等的都在大作我我文章他讲这句话呢到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你你刚讲对了可能可能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会说哦我如果可以坐坐那个习近平的位置我可能会很想坐我很想要感受一下那个非常powerful那就毕竟地球上面就算不 不是数一那是数二的有权势的位置拜登在讲这句话尤其在11月14号他毕竟才跟习近平见过面两个人呢即使不是水乳交融可是看起来也有在套交情的味道同时的谈得也还不错所以他丢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有感觉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讲这句话的脉络很清楚因为他在扑述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会战胜中国嗯他说绝对不要读美国会输是嗯我们会赢嗯所以你是输方然后你是弱方嗯他说有在我上任前看有中国越来越强大美国衰弱的说法嗯 他认为不是他认为经过他的这个政策投资美国连结盟国跟中国竞争嗯我们现在要准备赢那中国是在输方同时呢他也说啊过去这两年他说民主国家更强大而不是更弱 哦然后呢专制政权更弱嗯而不是更强在这样子的脉络之下就是说中国现在面对拜登政府的这个政策然后呢面临到越来越多的这个问题困境逐渐看到越来越弱而且会这个输方所以呢谁会想跟他换个位置啊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啦对不对所以你要进入到他的这个论述的逻辑至于你赞不赞成他的这个论述那就看你自己本身也许你的意识形态的选择 也许你对于中美之间在经济军事地缘外交的这种竞争跟比较之下你的这个评估哦不过我必须要讲如果从经济地缘外交而言的话其实今年呢会是中国的机遇年嗯啊经济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那地缘外交呢你看金砖组织马上八月份要在南非开会本来五国现在增加了13个国家 八星申请要成为会员是这两天中国外交部才说赞成金砖组织扩大会员哦然后呢上合会也要扩大会员从中亚进入到南亚已经然后西亚中东对不对然后在今年上半年法国意大利巴西的鲁拉都会去北京访问所以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哦正在重组当中嗯全球南方合作 中国在强化西方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经济的力量当然现在还是优势的嗯啊它有美元它有金融它有各式的话语权可是呢你就看到这个变动了其实说我说今年是中国的机遇年也就是说这些变化当然机遇也面临到会有挑战啊啊内部的挑战外部的挑战都很多的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北京愿意在这个时间点去跟美国有个小阳村嗯 嗯对不对那彼此美国这边同样的情况呢但是现在但拜登面临到的是啊前两天华智能邮报的民调说他现在的就60%的人并不认为过去他这个两年的政绩有什么亮点的嗯哦这一直就整个削弱他的这个领导力又发生了一个气球的问题让美就是美国的共和党民粹更加的激进的批评他这个决策的这个缓慢哦还好他有这个国情之文又把这个与这个 这个这个优势给就是说报道给压回拉回来嗯哦那因此就是现在就展现展现了就是说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了其实今年在这个地气球啊气球只是一个事件啊嗯象征性的这个事件有一点像是1960年5月1号的那个YouTube侦察机嗯美国在50年代做了很多的这种YouTube侦察机啊高空的这个侦察机飞越苏联的上空1960年5月1号苏联说他打下 他架了一架嗯然后呢也俘虏的那个飞行员那结果呢NASA那个时候太空中处跳出来说不那个是气象飞机结果几天之后呢苏联就把这个残骸给展现展示出来嗯一年之后呢就发生了第三次的柏林危机1961年的8月份柏林围墙就盖起来了嗯所以呃也就是说这个YouTube侦察机跟我们台湾很有关联哦当然了我们那时候60年代 黑猫中队都是YouTube嘛黑猫黑蝙蝠嗯对啊我们被打下了五架嗯哦美国在苏联上空被打下了一架在1960年后来在古巴上空也等也被打下了一架所以有没有你有没有一点这种德加富那种重演的感觉事前相似啊嗯但但当然情况是不一样的了嗯但这颗气球现在我看这两天美国国防部的这个说法其实蛮蛮严肃的嗯也就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整个中国气球队嗯 嗯在做高空的这些资料的这个收集既然既然你你你你讲到这边啊我就我就在在追问一下就是呃美国国防部啊这两天开始释放出一种就是说认定那颗气球是一个侦察的气球而且不是只有一颗是中国大陆呢有计划的就是呢在用气球在做全球性的这种的勤收 那这个调子甚至于呢我看到就是说的所释放出来的调调子里面呢包括了就就是呃我看到就包括了他跟他跟了几十个国国家呢都分享了对于中国侦察气球的追踪的情报好像是是全世界的联合呢在围堵防范了中国的这种的高空的侦察气球这个调子我我不止说事实的层面而是他跟了他跟呃上 上个礼拜的时候美国的军方一开始所释出来就说那个气球没有什么伤害那不需要采取过度的反应那个调子差很多为什么 我觉得是 就是一直以来两手策略吗 嗯 跟你竞争跟你对抗我 其实在科技面在军事这个战略层面 相当的严峻呢 相当的深刻跟全面对不对 科技制裁科技战 然后呢整个在印太战略上你看跟 澳洲都成立 美英澳的军事联盟要给澳洲 核子动力潜见 嗯 对不对 然后叫日本军事提高一倍 一趴变成两趴的这个GDP都做到了 这些国家 这其实相当的严肃 而且就准备要跟你竞争对抗 但另外一方面说我们没有要跟你新冷战 我们没有我们只是要跟你竞争 然后呢 他也讲了事实这个气球其实没有对 美国有任何军事上任何的 利己威胁 他在高宫只是做那个 也许 卫星做不太到的 这个资讯收集嘛 对不对 但是呢他又向盟国去诉求说 你看这就是中国对我们这些盟国 以美国为主的盟邦之间的这种 情知 的收集 要形成一种弄同仇敌态的那种感觉 那也对美国的媒体跟共和党表示说 我们是准备好的 所以 也就是这就是新冷战的复杂性 他是错综复杂的 他涵盖的其实还是有深层的相互的 经贸的相互的依赖 地缘政 经济的那种非零和的竞争跟 这种对抗 但是那军事上在 美中的权力关系上 他却是一个绝对值的这种比较跟竞争 那他需要门农友支撑他支持他 对他厉害的地方 美国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盟友的盟友在政治制度上在经济利益上 你跟他是相互一致的 所以才会拜登说 习近平的位置 其实 不好做 没有人想做的 好他的他的这个不好做 当时不是 是不羡慕了 我们倒过来讲 拜登的位置才难做了 对我讲 但是我们后来当在政治观察久了之后 我们都觉得干嘛去去 就这么辛苦的去选总统去干什么 那不是那么每天累的要死 而且被骂的要死吗 可是 权力真的是春耀啊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拜登做的 你不是在讲我吗 那拜登的拜登做了这个国国情资文之后 他准备要竞选连任了吗 他的国情资文给我的感觉就是 那个就要竞选连任 他就宣布了 我觉得接下来一个月他就会宣布他竞选连任了 不会再等了 好那他一旦宣布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说呢 美国就开始正式进入到了总统大大选的选举的炒作氛围里面了 所以大概很快了估计三月份的拜登就做这个宣布 感谢了杨永明的线上的为大家提供的解读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一会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